好,我们今天就开始 今天这个第九课 让我们先做个祷告 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姊妹朋友们 已经经历了前面八课 主要你的真理 相信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扎根 主要我们愿意的更多来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知道 主要让我们能够为你的福音的传扬 摆上我们的努力 今天我们就是在这里来领受 你给我们的大使命 你的命令 当我们去遵行的时候 你就要赐福给我们 还知道你的最终永远的旨意 是要让万国万民都来敬拜 赞美你 你就使用我们每一位 成为你福音的出口 让这个世界能够回转归向你 让你自己的旨意成就在地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谢谢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 祝福我们每一位 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的我们今天已经进入第九课了 我先给你们应该自己给自己鼓个掌 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 那那个作业的话 我觉得我不会马上说课程结束 你们都要完成 我大概会给大家两个礼拜的时间 去把它完成 就是如果能做成 做十课都完成的最好 那我之前讲过 就是说有八课 你如果完成八课的话 那你就可以获得我们教会发给的 这个结业证书这门课 会有我宏美还有周牧师签名的一个证书 就是对弟兄姊妹的摆上的一个鼓励吧 也是在神的面前 说明我们花了时间来摆上来追求他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信徒与传福音 这个意思非常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使命 圣经称之为大使命 有大诫命和大使命 大诫命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吗 大诫命就是 我们要尽心尽力 尽信尽义爱主 我们的神 其次也相反 要爱人如己 就是大诫命就是两个 一个要爱神 一个是爱人 那这个大使命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叫传福音 所以我们先来读一下 这个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 我们先来读 只要心里尊重基督为圣 有人为你们心中满满的缘友 就要尝试准备 以温柔去那个心回答 对 那你读完这一段经文 你觉得这个地方 好像跟传福音没什么关系 都没讲到要传福音 那个福音这个字都没出现 但是这个课选的这个经文 作为主题经文 其实就告诉我们 我们传福音的一些要素是什么 在这里 我们作为一个要出去传福音的人 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准备 然后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言语 一个心态来回答别人 我们来稍微解一下这段经文 你看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心里要尊主基督为圣 这是我们信主的人 最最根本的一个生命的操练 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 作为我们的主 没有把他作为来掌管 我们生命的一切的一个主的话 你跟别人传福音 人家根本 等于说你自己都不太信 你还跟人家传什么 所以心里要尊主 主耶稣为圣 就是说我们 把他当成我们的主 我们敬畏他 我们顺服他 他是全然圣洁 我们要全然圣洁 他是神圣的神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态就是对了 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来讨他的喜悦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心态 那接下来说有人问你 心中盼望的缘由是什么 那为什么有人会问你 我问大家 为什么会有人来问你 你心中 为什么你看你这个人 我有这么多的盼望 居然有人来问你 你们觉得呢 所以我的理解是这个 就说 这就是一个生命的 见证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 很多很多 你能 烦心的事情 有劳苦 愁烦等等 但是基督徒的生命 应该彰显出来 应该跟世人 别的人会不太一样 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 当我们在 囚房的里面 在艰难困口的当中 我们会 应该 应该显露出一种盼望 能看见你生命是有盼望 充满着喜乐与平安 当我们这样去 见证出来的时候 那有人就会来问你 你为什么会 举个立场了 我现在失业了 OK 大家 别人也失业了 那个人失业 整天成为苦力 你失业的话 你却非常的 也不能说喜乐吧 好像 充满盼望 只是该做什么 做什么 去相信神 会帮你预备下一个工作 这样两个人的 这个 表现就很不一样 那那个人 很多人就问你 你是不是找到工作 你为什么 每天这么喜乐 而我 那这时候 你就可以来回答 那这就 带出下面了 就是你要常常准备 要准备来 告诉人家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盼望 为什么我会 在这种困境中 我依然有这个喜乐 而且是一个 温柔的态度 敬畏神的心 来回答个人 而不是说 你要信主 你不信主 又要怎么样 以前 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 说你不信主 就是要下地狱 这种 不是一种温柔的心 我们是用生命的见证 来传福音的 而不是靠这种严厉的责罚等等 或者是用那种 争辩的形式 用这种 从理性上的分析等等 来让人家幸福 来传福音 所以这段经文蛮宝贵的 就是作为我们信徒 要传福音 我们要从生命的见证开始 而且要准备 准备就是说 我们要自己有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知道 我们传的是什么 这就是这一课 要这么专门讲 我们要传什么 然后做好准备以后 你有见证 你经历神的见证 常常要在你的心里 然后就告诉别人 人家才会 对你所信的神感兴趣 然后才会来询问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盼望 为什么有这样的喜乐 为什么你的生命 跟别人不一样 OK好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先把最重要的先讲 OK 那我现在来问大家 什么是福音 What's gospel Gospel就是英文的福音的字 什么是福音 福音是一个 很多的这个词 其实就是说 你一波 你不问的话 你还知道是什么 你一问就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字 就是好像我们说 传福音 我们整天挂在口头上 就是基督徒 那我们确实要来深入了解 到底是什么是福音 那我就总结一下 福音这个按照它字面的意思 就是good news 就是好消息 好消息 那如果是一个好消息的话 那你所要做的 你就是要告诉别人 对不对 特别是要告诉那些 你所亲爱的人 跟你很有关系的人 你很care他们的人 就是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他是关于 他是关乎耶稣基督 为了使罪人与神和好而做了什么 所以这个好消息 是关于耶稣基督 为世人所做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让罪人与神 重新和好 所以这就是好消息 那这个把它再具体的讲的话 就以下几点 这个也是好消息的一部分 第一个是 我们必须承认 是有一位独一的圣洁的真神 只有一位真神 就像美超一样 只有美国财政部发的 才是真的 就是世界上只有唯一的独一的真神 这个是我们福音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基础 如果不相信有一位真神的话 那我们传的都是婉然的 而且他照着自己的形象 创造了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他 这就记载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 他按照自己的形象 造男 造女 而且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 可以认识他 那知道这个还不够 我在第一节 大概是第三节讲过 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讲过 很多人都相信有一位神 甚至有人相信有一位真神 那他这个真神 可以跟他的罪没有关系 可以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 所以第二点我们讲到 就是说我们犯了罪 它是我们 罪使我们跟神隔绝 这个罪我们也讲过 这个罪不是说我们地上的罪行 这个罪从根本上是一种原罪 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神要我们活出的一个标准 神的标准是非常高 而且我们不认识他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罪 因为他造了我们 反而我们不知道他 不认识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 那我们地上的罪行的话 当然也是属于罪的一部分 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原罪 那这个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 就是说世人都犯了罪 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 所以我们的生命 如果活不出神的荣耀的话 我们都是都是罪人 从一个从根本上讲 我们都是罪人 然后呢为了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那神他在他的大爱里 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为人 将他的百姓从仇敌的手中拯救出来 他们最大的仇敌 就是他们自己的罪 这在诗篇第二篇 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六十九 这里面就讲到耶稣降生的时候 他为什么名字要被起作耶稣 耶稣的意思就是 要把百姓拯救出来的意思 这就是耶稣为什么会来到地上 走上十字架 然后把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 OK就是我现在这讲的 他是一个毫无瑕疵的 没有任何罪的一个完美的人 然后他却实在十字架上 担担了所有的众人的罪 以及所有的刑罚 而且他不光受死 受死是为了担待我们的罪 他死里复活 是要表明神已经 仔细地对我们的愤怒 而且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 让我们在地上能够过一个 成圣的生活 将来有一天跟 在新天新地里面 与神永远同在 这是耶稣在地上的工作 然后最后就讲到我们 这个福音里面包括 神的救恩 那如果神的救恩 已经为我们预备 但是没有人来接受这个救恩的话 这个福音还不能完全 这个福音就是要通过我们的信 然后我们悔改 然后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就会有个重生 这个重生不是这个 你记得那个约翰福音里面 有个是一个 尼哥尼姆是什么神 他是一个长老 对 他还不是祭司 也不是闻事 anyway 就是一个宗教的领袖 去问耶稣说 我怎么可以重生 他说我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 我怎么能够再回到母妇里面 再重生一遍呢 耶稣说 如果你是从圣灵于水生的 你就是一个重生的 必须要从圣灵来生 他讲的是一个生命的重新的改变 不是一个改造 就是很多世上的哲学 或者一些宗教 会说我们可以通过修行 我们可以通过心灵的鸡汤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能力 去看各种先贤的什么东西 你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这个基督教完全不一样的观念 他就说你必须重生 就是说你要把以前的完全的死去 你要得到这个新的生命 是一个重生 是一个灵力的重生 不是靠着我们的能力 去改进我们的生命 这是做不到 因为我们本身是一个有罪的生命 一个有罪的生命 不可能生出一个全新的生命 这个重生的意义就在这里 那我们只有靠着圣灵 才能够帮助我们 能够有真正的重生 然后才会进入到永恒的里面 就是上章十六节讲 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福音的话 很简单是好消息 那这个好消息所包含的 是很丰富的 从神讲到耶稣基督 讲到我们的罪 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 讲到我们因信称义 被赦免 重生进入到永恒的生命里面 这是福音的全部比较完整的定义 那我们明白福音的道理以后 我们就要避免我们传一些片面的福音 OK 片面福音就在于 这里列的五点里面 取一点来讲 别的都不讲 而且在现代的时候 很多人会讲到 就是祝福 神是一个祝福的神 祂不管你做什么 祂都要祝福你 你信主以后 你就可以异房丰盛 天色长蓝 山花长蚌 whatever 那是一个片面的福音 OK 那不是好消息 那个好消息是说 当你没有解决你的 那个片面福音 给我们的错觉是说 耶 神是一个祝福的神 只要我相信祂 我就可以得到今生 积极勇士一切的好处 这不是福音 这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神学 福音是说 我们的罪已经 耶稣已经来到世上 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 然后祂如今已经复活 然后继续的为我们代求 好让我们能够进入 真正的重生 进入祂的永恒的生命里面 这才是真正的福音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要小心 不要跟别人传片面的福音 把别人带偏了 那你知道只跟人讲 祝福的问题是什么 你今天跟人讲 神要祝福你 第二天祂失业了 那祂说 你的神根本就 你跟我讲什么好消息 刚跟我讲神的好消息 我第二天就失业了 这是什么好消息 所以我们传福音 要注意 就是要跟人讲 真正的福音 而不是一个 成功神学的福音 有问题吗 这里 好我们继续 今天 应该是不是很难了 今天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刚才讲过 这个传福音 是我们的大使命 大使命在圣经里面 多次出现过 我就引了这三篇 这个圣经里面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马可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来 他又对他们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 传福音给万民听 普天下 万民 所以这个传福音 不是一个区域性的 而是一个全球性的 普天下就是到万国万般 那当然我们必须从我们身边开始 那当然我们必须从我们身边开始 甚至有的时候要从我们自己家人开始 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为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 这就是很重要的意见 第二个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这是非常著名的 所谓的大使命的经文 十九到二十节 所以你们要去 要去 要去就是说你不要等在某个地方 你要出去 去 然后呢 是万民 又提到万民 所以这个福音不是 只是关乎我们西雅图地区 或者怎么样 是万民 而且他不光是私企 他要做他的门徒 门徒就是说 是跟随他的 是遵行他的教导 所以常福音很重要一点 我们的结果是 人不单是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 而且要成为跟随耶稣的人 门徒就是跟随的follower 所以要跟随 跟随就比那个要更进一步了 有人说我要受洗 然后他就不见了 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 有人受洗 受洗后他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跟随耶稣 当然也许他是 因为工作调动 去别的地方 那我们相信 不管在哪里 要成为主的门徒 就是要跟随他 然后这个神的应许就是 他常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他说只要你们这样去做 我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这是神的应许 我们现在已经是处于末世了 当然离主耶稣再来 还不知道 因为主耶稣再来的日子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一点是说 他常与我们同在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 跟神与我们同在相比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 遵行他吩咐的 他就常与我们同在 所以这是一个应许 是有条件的应许 OK 有条件的应许 那这个条件其实 也没有太难 只是 就是我们要明白他的坏语 去遵行他的坏语 那就可以了 那路加福音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耶稣基督被害 第三日复活 这是福音的一部分 然后并且人要奉他的名 传悔改赦罪的道 这也包括在刚才讲的 悔改赦罪 从耶路撒冷 直到万般 again 要到万般 所以这个福音 不是只给某个地方的人 是万国万民 都要最终来敬拜神 那使徒行传特别讲到 圣灵的在这个传福音 在传福音里面的工作 他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着能力 并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知道地级做我的见证 所以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历史历代 有很多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就是放下 可以说放下他们的一切 去走上这个宣教的道路 他们为什么有如此大的能力 像戴德森 像这个宋善杰 什么 很多很多历史历代的 这些属灵的伟人 他们就是凭着一颗热情 一腔的热情 根本不考虑他们自己的 所有的 他们将来的什么前途 像戴德森 他很少就 从英国做轮船到中国 他说他即使 有一百个生命 也不留下给中国人 他在中国建立了 布林夏不给中国人 他要把他生命全部给中国人 他最后就死在中国了 戴德森 他的后人 他的儿子孙子 都是在中国传福音 他现在的第三代孙子 好像叫戴祭宗 是在台湾 内地会 他建立一个叫内地会 就是专门到中国的内地 去传福音的一个宣教的机构 他们依然在非常非常的活跃 所以这些属灵的伟人 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能力 一无反顾去 为主传福音 就是有圣灵的能力 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 从耶路撒冷犹太拳地 上马利亚 这是讲当时的 从耶路撒冷为中心的一个 我们的信仰所发源地 那现在已经到了世界各地了 那我们常常讲说 我们要把福音传回最后一半 就是从 你看福音从耶路撒冷 然后向西传到欧洲 然后传到英国 然后再传到北美 然后北美又回到中国 中国现在要重新传回到耶路撒冷 这就完成了整个circle 很多人就觉得 只要当神的福音传到 再又传回到耶路撒冷 包括那些回教的国家的信徒 都有一定的比例都信主以后 那神就要快乐 因为这是他的应许 他知道地级 福音传遍地级 他会再来做我的见证 这是实际上是我们活在一个 非常有盼望的一个世纪里面 因为福音已经快要传遍地级了 地没有级 但是当你完成这个circle 那基本上就覆盖了全世界 当然是世界上还有一些 还没有被福音传到的一些 所谓的族群 他们讲不同的话 尤其是在很偏僻的地方 很多神教师是自律于去传给 那些从来还没听过福音的族群 民族 我们继续讲这个好消息 那这里引用的哥林多前书 是保罗说的 那这里重点是说 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受死 他复活是有证据的 是有证据的 就是他后面讲的第三天复活 并且显给基法 基法就是彼得 彼得是他很重要的一个门徒之一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十二使徒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拣选的那个十二个门徒 十二使徒 然后一时显给五百多人的弟兄看 那就是 耶稣还没有生天之前 那他显给很多人看 那时候都还活着 他说一大半到如今还活着 就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 那已经到了第一世纪的中叶 已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时候 那些人还在 也有一些人去世了 所以这个 这个保罗所写的这篇书信 就是说 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 他是复活的神 他不光是为我们 定死在世之下的 他也已经复活 这就是证明很多的见证人 然后他也显给这个雅各 雅各是耶稣的弟弟 然后众使徒 还有保罗自己 保罗是外班人的使徒 是后来 耶稣专门向他显现 他才得了这个胡召和异象 他为外班人传福音 那保罗在《冷华书》里面 也再次说到 这个福音是 神的大能 本是神的大能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 福音不是我们的能力 我们不能靠我们的口才 不能靠我们的智慧 把这个福音传给别人 叫别人信 他是说这个福音本身 就是神的大能 当人得到以后 他就会相信 就会要得救 福音是唯一能够使人得救的 一个信息 是大好的消息 然后保罗接着说 是说 我们要得到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本于性 以至于性 这个中文其实 不是很好懂 什么叫本于性 以至于性 我记得当时我授习不久的时候 一个在台湾宣教的一个牧师 叫傅利德 好像他在台湾宣教了三十多年 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 他就给我们举个例子说 什么叫本于性 以至于性 他说他的孙女 要在那里玩一个游戏 就是说卖东西 卖东西说 他叫他爷爷来说 你赶快来买我的东西 那你来买我的东西 他说这里 这里这个钱是给你用来买东西的 你看 他要把这个东西卖给别人 然后他把他的钱都给他了 OK 所以他用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能够信主 不是我们有什么 OK 他这个连我们信主的信心 都是神给我们 所以就叫本于性 以至于性 当我们领受了从神 给我们的信心以后 然后我们得着 我们就跟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我们就知道神的事情 我们就知道 我们生命应该是如何的 在神的手中应该如何去 完全的被更新 因为生命的更新 导致生活的更新 然后我们就会知道 神的一切的美善 这个信仰的真实 然后我们就以至于性 那这个性就变成是我们的性 OK 那个第一个性是神的性 那后来那个性是我们的性 就是我想我们在说的 不少基督徒已经信主多年了 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见证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不是说 我们有多大的性 就像这里说 这个信心都是神给你的 你就说 我愿意有人呼召你 你说我愿意 那很奇妙的是 当我们愿意跨出这个信心 这一步的时候 当你尝到主恩的职位的时候 当你当神的祝福 和祂的恩高临到你的时候 你的生命不一样了 所以你就越来越相信 这就是后面那个性 所以本于性 以至于性 是一个周而复始的一个过程 那有人 所有的信徒都是 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不断上升的 我们的信心是不断上升的 所以当你来看你自己的生命 你的信仰的生命 是不是一个上升的阶段 就是看你对神 有多大的信心 信心是越来越大的 越来越大的 OK 那这里 别的讲到 那个保罗特别讲到 就是说 我们这个信心 其实有的时候 是可以从神的永能与神性 从他创造的天地 可以看出来 我们有的时候常常 尤其是对 对理工科的朋友们 传福音 他们很理性 他们会 会对这个科学 什么哲学 对非常有一种理性的看见 那传福音常常从这入手 就是说 我们可以去看 神所创造的宇宙 多么的精准 多么的 美好 我们去旅游的时候看见 这个惊叹于神的 神的大能和他的作为 就我们就 不能不 承认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就像我们看见冰 看见水变成冰 居然会浮起来的一样 OK 就是非常奇妙 实际上唯一的物质是 受冷以后反而变轻的 OK 只有水 那你就会去探索 为什么 这个水 为什么它会浮起来 那如果水是 也沉下去的话 那怎么办呢 如果水要沉下去的话 所有的生物都要死了 那个海洋也不再存在了 只要一冷的话 因为冰外下走的话 就越来越来越来越 整个海洋都被冻起来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 从神的大自然里面 就可以看见 江河湖海 如果冰都外向沉的话 那我们就全网了 我们没鱼吃了 都死尽了 OK 只要一个冬天来 Anyway 我只是举一个小的例子 所以传福音的关键就在于 我们刚才讲到有几个要点 就是我们要承认有神 承认有神 这位神是最初就存在的 祂只有道与神存在 道就是神 然后祂道成肉身 就讲到神的 拆祂的独生子来 耶稣说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这也是很重要 就是我们的信仰跟别的 信仰不太一样的 你知道有人说 我相信神就可以 那耶稣说 你相信有神 并不是真的 因为如果你没有相信我的话 你不可能跟神 你不可能到神的那里去 因为我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 然后这个使徒行传 四章二十二节 也是讲的同样的意思 因为除他以外 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上人家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这个得救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跟别的信仰不太一样的地方 别的信仰不讲得救 因为不讲 他们不讲罪 如果没有罪的话 就没有什么得救 大家都觉得可以 我可以靠着自己的修行 就可以 因为佛教也讲罪 佛教讲罪是说 我们要去修炼 因为我们有欲望 所以我们有罪 他没讲到如何去被拯救 他没讲 只是说你要修行 你要做好 要积功德 等等等等 你就可以 但是不可能 一个罪人不可能 集出什么功德来 一个罪人 他不可能自救 只有从超越你这个封闭系统的一个 一个拯救者才能拯救我们 所以讲到这个别无拯救 那就是耶稣来到地上 成为唯一的拯救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老马叔 刚才已经讲过 是人都放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就是罪的原始定义 亏缺了神的荣耀 本来神 本来神赋予我们很大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按他的神的形象造的 所以你去看 如果看那个创世纪的话 我们按照他的形象造的 所以我们有他的圣洁 有他的荣美 有他的怜悯恩慈都有 但是后来 因为没有听神的话 听了蛇的话 然后我们就说 我们要得着神的同样的智慧 然后我们可以分别善恶等等等等 就变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 所以到一个地步 连神都不要了 就是干嘛我要需要神呢 我根本不需要神 我自己在地上活得好好的 我为什么要需要他 那这就是人类的问题 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当我们承认有罪了以后 那罪是有结果的 罗马书就讲 罪的公价乃是死 所以这个死是 人不是说 世界上这两件事情 是永不改变的 一个是Tex 一个是Death 都是D开头的 所以这个死 就是罪的公价 因为本来神 读读创世记得 本来神在伊甸园里面 还有另外一棵树 叫做生命树 你吃了以后就永远不死 然后 因为人犯罪以后 在他吃到这个生命树之前 就被赶出了伊甸园 所以人就死了 神说你吃的时候 你必定死 这个死不光是说与他隔绝 他死亡也进入了人类里面 所以不管人活到多长 在古时的时候 人最长的一个人 活到969岁 那现在人大概超过 超过不了120岁 因为你去看创世纪第三章的话 你就知道 第六章第三章忘记了 因为 曾说你 你们靠血气的 你们只能活到120岁 如果你看全世界的人 现在很少有人超过120岁 这是一个人类的上限 罗马书五章八节 由于基督还在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 所以 神爱我们 祂要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然后 彼得前书说 祂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当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既然在罪上时 就得在义上活 因祂的边山我们得了医治 因祂的边山我们得了医治 因祂的刑法我们得了平安 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面讲的 那这里也被引用到 因祂的边山我们得了医治 这里的医治 是包含了几个方面 就是身心灵的各方面的医治 身体的医治 灵魂的医治 还有灵魂的医治 都包括在这个医治里面 所以 这是我们可以 去向神来求的一个医治 因为祂已经应许我们 而且祂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医治已经被成就 有问题吗 到现在为止 好 那没有的话 我们可以把问题留到后面也没问题 我们再看一下 所以传福音的关键 对 传福音的关键 刚才讲过 我们不能自救 这很多经文 大家可以回去查 我们现在在课堂上 没有太多的时间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 人不可能自救 有人很形象的比喻 就是说 一个人 如果掉在一个泥潭里面 就说他是弯下线 所以他没办法救自己的 所以除非这时候 有个人一个空降的 一个什么梯子等等 才可以抓住 你才可以被救起来 所以当一个 当成人类都在一个泥潭里面的话 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救 就自己 不能救别人 那唯有基督耶稣来了以后 祂才可以救我们 因为祂是圣洁公义的 祂是没有罪的 而且祂是恨无罪的 那这个诗篇里面是讲到 神是公义的 祂是不以无罪当中有罪的 所以祂必须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祂解决的办法 不是说要定罪世人 祂就是 祂就找了一个 戴罪的高雅 献祭 这也是祂自己给 祂的选民所定的一个 律律点赞 祂是说 如果你们来献祭的话 我就可以来赦免 所以祂就选了祂自己的独生子 成为那个祭 所以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 耶稣基督是神 这个以前我们已经讲过 然后祂为我们是在十字架上 然后呢 祂所应许的就是 天堂与永生 是神 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 所以这些经文 其实跟前面的大同小异了 就是其实已经包括在 这个福音的定义里面都讲过 只是一些更多的经文 来支持我们的福音的定义 好 我们最后很快地讲一下 这个传福音的策略 所以再回到我们最初讲的那段经文 传福音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策略 其实就是以生命为见证是最好的策略 人不是靠你辩论 而幸福音的 是以生命的见证 所以比利比书讲到 说你们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是你们无可指责 诚实无悔 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你们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观照耀 这是保罗跟菲律比教会的 在第一世纪的时候 已经两千年过去了 所以这个 当时有的问题 现在也都有嘛 像这个发怨言啊 争论啊 虚伪啊等等 所以这个 这些事情在神的儿女中 是不应该有的 就是说 我们要以这个为追求的目标 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疵的儿女 因为神的旨意 是要让我们像明观照耀一样 如果我们自己都是有问题 就像你的官是不可能显在人前 也不可能给神带出什么样的荣耀来 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这个世代 所有的信徒的一个呼召吧 让我们活出圣洁 活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 是好的影响力 是一个无可指责 诚实无为的一个生命 这个世代特别需要 特别需要 马太佛音 讲到你们的光也当照 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所以这个 是耶稣说的 这个在登山保护心的时候说的 这个 我们只要去遵行就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去祷告 祷告 你看以前我们上过一课 知道为什么要祷告 还记得为什么要祷告吗 讲一个最重要的吧 我们来温习一下 为什么要祷告 讲 有很多 讲到你让明白神的心 你要祷告 但有能力 你要祷告 对 所以这里特别讲到 哥罗西书讲 我们祷告要求 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这个 这个开传道的门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 以前听过很多的见证 尤其那些宣教士到一个 从来没有 这个 听过福音的一个乡村 甚至一个国家 在非洲一些国家 结果 神就为他们 开门 居然是会跟他们去 跟他们的总统有一些 反正莫名其妙的一个机会 他居然跟总统 可以跟他传福音 然后结果那个国家 好像是乌干达 还在那里 所以那个整个国家 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 基督化的国家 好像是乌干达 所以这个祷告 求神给我们开路 那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 有些东西是我们做不到的 神会帮我们做 所以这个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特别需要祷告 尤其是有的时候为 为家人信主祷告 这个 这也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 对家人 跟家人 传福音是最难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契机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时刻 给你有什么样的信心勇气 这都是需要祷告的 靠我们肉身是没办法 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们要不住的祷告 然后 很重要的就是要用神的话 靠人的话是 人的话其实是没有太多的 能力的 唯有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就像这里说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论的见更快 甚至魂与灵 骨结与骨髓 都能赤露破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辨明 这里其实有一些比喻了 好像这个 这个是一个拿手术刀的一个 医生写的东西 其实就是说神的道是 可以能够 能够把你 生命中的一些 坚固的银垒 能够把它 变明 让你能够看见你自己 生命中的一些 怎么讲 要一个人来承认说 我生命中有问题是不太难的 不太容易的事情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唯有他这样给你动个手术以后 你才知道 这个地方 我生命这个地方需要神来医治 我的灵里面有这个部分 是有点黑暗 有点不圣洁 或者 只有神的话 光照你的时候 你才会认识到 你才能看见 因为 否则的话 你都是包在里面 你根本就 看不见 而且觉得还蛮好的 我的生命还蛮好的 我跟那个人比 也许不如他 但是我跟那个人比 也许还比他好 等等 所以这些 我们心思意念 所想的这些东西 神都知道 但神要让我们知道 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的办法 就是说 他把话赐给我们 然后我们读了 然后我们去默想 然后圣灵去光照我们 OK 我现在知道了 我现在的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 我没有遵照 神的这个生命的法则 在哪个地方 这样你的思念 你的主义 你就可以辨明 这样的话 你就会主动来 来寻求神的旨意 来听他的话 所以讲到这个 传福音的策略 我觉得回到第一点 我觉得生命的见证 非常重要 神的话 神的话 你可以读给别人听 你可以自己读 但是 如果没进入到你的生命 你讲出来是也蛮无力的 只是跟你讲 你放了罪 你亏欠了神的荣耀 所以最重要还是要回到生命的见证 那祷告也是很重要的 祷告是说 靠我们自己 还不够 要神为我们开路 所以最终都是回到生命的见证 然后再回到最初 我讲的那段经文 就是要人看出 你生命的 盼望的缘由是什么 然后 你尊主为圣 你回到第一节 你还有几分 还有七分 你还心里尊主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你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 回答个人 所以尊主为圣 敬畏神 然后有生命的见证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策略 也是唯一的策略 好 有问题吗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比如说 传福音受到挫折 我想肯定每个人都经历过 也许我们可以来分享 等我们来唱最后首歌好了 我们还有 可以花五分钟时间 三五分 两三分钟吧 有一位来分享一下传福音的经历 有没有被拒绝过 有人 肯定有 被拒绝以后 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 我其实也被拒绝过 那就是这个 保罗说的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基于一切相信的 他的 先是犹太人 好是希西林 所以我们相信神 福音是神的大能 你 这个大能不是说马上就显现出来了 因为有些人 他听了以后 他不一定马上就接受 那他过了 但是你的福音的种子是撒下去的 他就知道 爱他 爱他 然后也许有一天 他突然就想起来 你跟他说的话 我们不知道 因为这都是神的工作 我们只是他的器皿 我们只是传他的好消息 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他的 不是说要人要信我们 而是信神 所以我觉得 有什么挫折感 就是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 对 我觉得就是不要有挫折感 不要 人家拒绝的不是你 人家拒绝的不是神的福音 但是神的福音 神是会有能力让他以后 像您说说以后会想起来 对 嗯 对 我们是人 我们是不容赖 有时候会 尽管知道这个道理 有时候还是有点挫折感 对 就再去传就好了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使命 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门徒 神要我们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去做就对了 就是我们不需要顾虑太多 也许跟他讲的话 他回避我 他觉得我怪怪的 这都不需要 这都不需要 就是我们就是很单纯 就是说神教我们这么做 我们就这么做 而且他说 他会把能力赐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来求 能力都可以求 我们没有信心 都可以来求 不过讲到 刚才你讲的就是比较大的方面 但是我觉得讲的具体的来讲的话 还是最好 先为他打过来 也能对他有一定的了解 对 任何人都是 当你跟他有关系的时候 他愿意听你说 如果你要找到 你跟他的孩子 你跟他的孩子 同龄在一起 那么可以从孩子切入 如果你认识他的父母 可以从老年来说 所以还是 清诺点和具体怎么做 还是可能会有些需要 去想一想的 感谢主 如果他觉得 你真心的关心他 不是一个不怎么认识 突然来跟我讲神的事情 那他可能比较容易接受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 有些先从关心 从关心 关心他的方面 着手的话 他能感受得到 对 很好的分享 这是很实际的一个 建立关系 因为建立关系很重要 还有什么 分享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 就是要多学 用神的那个话语去传福音 他就学点不够多 就传 就就就用了 就神的语言少的话 就力量就不够 对 就是真的 是 就是神的大能 那个讲到传福音 我有一个体会 就像刚才 林兄 林老师说的 真的传的时候 心态 真的有一定 就是心态里面 一个肯定是 真 这个 真主基督委身 还有一个心态就是 就是你传就死了 真的是 他信不信神会做功 做功就行 因为当年我 儿子是高中的时候 我就想给他传福音 因为那个 因为来讲圣经的牧师 他是讲英文 就以那个 他懂英文 有我不懂 他唯有 让他去听 讲圣经 结果 听完以后就警告 我说妈 你不要跟我讲 但是没想到 他大三的时候 自己选择来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 他自己选择了信主 其实 这个 当他听说他信主 我一刻心放下来 这个有主力 在看着他 所以我就觉得说 传福音 真的可能有时候 没有近期看到效果 但是远期 在神做功的时候 一定会有效果效 也感谢主 对 给家人传媒 很不容易 我下一步要 给我家先生传 我家先生是共产党 对 中国很多的家庭 都是这样 但是他不排斥 他也在 他觉得他也在学生节 也在学生节 好糟糕 神的允许是真的 一人信主 全家得救 我们来唱一首歌 就结束吧 颜兆 你放歌 把这个关掉 对 我放歌把它关掉 因为会有版权问题 对 因为我知道 我上床的那个东西 他就告诉我说 你这个不可以拿来 我刚才会帮助